今天瓶瓶罐罐都沒有耶 都沒有連鹽油醋 其實連鹽巴都不用 它是完全沒有放油耶 然後菜也沒有 我們就來嘗嘗這鮮酥佐紅藜菌菇 到底味道怎麼樣 來吃什麼 其實就是這樣啊 有的時候用在料理當中 就會覺得變得很容易又特別提味 像今天呢 陳時寅大廚要幫我們介紹的這一道 其實今天我們就是要把那個雞精入菜 那其實有好處 它好處就是你入到料理 你的人工的調味料就會降低很多 因為它本身就有味道 對 那接下來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你不用再熬製高湯 它其實少量 那它可以對很大量的水就變成高湯 我們這邊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比較特別它是花椰筍 對 那青花筍 對 青花筍 這邊呢很簡單 我們備一個平的鍋子 因為它是有點長型的 那大部分我都不會把它切碎 因為這樣子 就是每個人就比較好分配 對 好 我們現在把青花水 你說這是用水蒸的方法 對 因為如果你水太多 你一次會把那個所有的蔬菜的那個 好的一些營養素 都把它燙到水裡去 所以我們其實只要 對 只要少量的水 那少量的水呢 我們把鍋蓋蓋上 它就會有蒸氣 其實就有點蒸它 對 那我們今天來做一個 菇 剛才孫醫師有一直提到 菇要多吃 那個免疫力會提升 對 因為有多糖體 對免疫會有用 對 我們今天準備了三種菇 三種菇耶 對 有那個紅喜菇 然後美白菇 跟一般的那種現象菇 然後呢這個我們就把它切碎碎的 對 你要的一個口感 就是一口的口感 那準備一點紅椒 那準備梨麥 梨麥就是很優質的那個蛋白質的來源 那再來就是一些山藥 這個紅麗麥已經蒸好了對不對 像煮飯那樣子煮 對 沒錯 紅麗麥就把它洗乾淨 然後一杯的水 對 外鍋一杯水 然後呢紅麗麥它的量多少 水就是多少 一比一 然後所以把它蒸熟 那我們準備一個醬汁的鍋 對 我發現你把菇放下去的時候 完全沒有放油耶 對 其實菇啊 這邊在煸炒的時候啊 你如果要放油 你會發現我油倒進去 你看 讓大家看一下 完全是乾的 完全是乾的 所以你的火要稍微有點調整到 比較小火 那這個需要一點點時間 原因在 你如果菇要下去煸的時候 你加油 你會發現它會把油吸掉 那就只有那幾朵有油脂 那你會覺得油太少 又繼續又加 那油脂就多了 那油脂多了之後 你會發現草怎麼都沒有油 可是等到最後的時候 菇的水分都跑乾之後 油脂又會跑出來 你會覺得油量又太多了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乾煸 對 其實你乾煸 你會聞到那個菇的香氣 菇的香氣 就出來了 對 那菇呢 你水分把它炒乾之後 它香氣就出來 那這邊我們準備一點點的甜椒 那這個甜椒你可以自己斟酌 其實這個是黃色紅色 你都可以自己加 或是你喜歡吃一點點辣 也可以放一點辣椒都可以 對 我們煸出那個菇的香氣之後 這個椒也是乾煸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用一些顏色鮮豔的紅黃椒 或者青椒等等 夾進去它的抗氧化能力都強 它又沒有油脂 我想會更好 其實這樣乾煸 你那個菇的香氣 反而會比較香 那你如果油脂下去 其實油脂在高溫炒過 其實也不好 那大概要煸到什麼情況呢 像有一點黃黃的 是 其實有點金黃色其實就可以 然後那個水 你看那個菇的水分就會跑出來了 對 水分跑出來 我們就是讓它稍微收乾 你看這水蒸氣有沒有 一開始都沒有水 這邊就會有水蒸氣 把它炒乾之後 有香氣就可以了 有香氣 那我們是不是要做一個醬汁 醬汁大部分需要有一點點 類似像芡汁的做法 稠稠的 今天就不用太白粉了 對 我們這邊先加一個 用比較健康的方法 紅藜先加進去 紅藜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加紅藜有一個好處 小朋友會轉移小朋友的注意力 怎麼說 因為紅藜一顆一顆小小很可愛 然後小朋友就會忘了看那個綠色的 通常綠色的小朋友都不太吃 所以我們用這個來轉移它 再加上它其實是優質蛋白質的來源 對 那我們今天的勾芡方式就是用山藥 山藥 對 那你山藥把它切成小丁狀 然後把它泡水 你看這個水就會有那個黏稠度 山藥會有黏稠 對 那這個就把它加進來 其實你這也顧味 對 加進來之後 顧味就顧黏膜嗎 我們口腔黏膜也是同樣的意思 它有黏液蛋白 有黏液蛋白 如果將來有機會用那個紫黑色的 紫色的 是 那個也可以 那個顏色更漂亮 抗氧化能力花青素又高 那它顏色就會更豐富 對 你其實兩個可以共用 那這邊稍微煮一下之後 我就會把雞精 當成我們今天的調味料 你看喔 現在已經滾了 就差不多這樣滾的時候 就開始加低雞精 低雞精 對 低雞精我們就把它加進去 因為你在節目前有跟我說 基本上這個咕咕醬 就是很好用 它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事實上它可以拌很多東西 譬如說你今天燙一個麵 或是煮一個熱熱的飯 然後甚至於你其他的青菜 譬如說你有喜歡吃的青菜 像現在也是當季的菠菜 大白菜或者是高麗菜 這都可以 那一樣都是用水蒸方式 那你水蒸完之後 我們等一下盛盤 那這個醬汁 你就把它淋上去就可以了 其實做法很簡單 而且是少油脂的 所以這樣就不用再加 什麼一大堆調味料 對對對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有提到說 你這個低雞精的味道 其實是很夠的 那很夠你可以降掉 你所有的人工調味料 你只要吃覺得甜味不夠 你就想要再加個什麼粉 加個什麼粉 事實上都可以剪掉了 所以今天瓶瓶罐罐都沒有 連鹽油醋 連鹽巴都不用 對 它真的完全沒有放油 然後菜也沒有油在裡面 OK 那我們這個蔬菜 你看它其實是用水蒸的方式 它其實很綠 非常的綠 對 那這個你整個的花椰筍 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擺好 而且它非常聰明 用雞精 然後當這樣子的一個料 也事實上在一般來講 我們都沒有聽過豬精牛精 只有聽過雞精 對耶 豬精牛精 所以這些紅肉的蛋白質 對我們來講是 相較於雞精的蛋白質 我們更能吸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就是說人體的消化吸收上面 它的效益比較高 細密質比較高就對了 對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個醬汁 你也不用追求說 我一定要有多稠 很稠或什麼 那其實等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拌麵 拌飯 拌菜 就不要每次都用一些滷肉 或什麼 就換一個口味 比較清爽一點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把它整個淋上去 其實顏色就會很漂亮 而且裡面有紅磷麥耶 對 所以也是國外選出來的 十大成果 OK 那其實這樣子 顏色會非常的漂亮 那味道什麼都有 那而且就不會各搶各的味道 真的 一道可以抵三道 而且最後淋鹽都沒加耶 沒有 因為我們滴雞精它的味道 其實是夠的 對 已經夠了 那因為青花筍 它本身的甜味 是非常甜 你只要一點點的鹹味 它那個甜就帶得出來了 我們就來嘗嘗 這鮮酥佐紅藜菌菇 到底味道怎麼樣 來 吃吃看 這味道比我想像好很多 真的喔 我本來以為只有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加這個加那個 味道比我想很多 而且很香 只要它營養的價值比較高 它裡面那個鮮味 應該是雞精的那個鮮味會出來 對 皓如 你怎麼講 吃的都不會講話 因為很好 很鮮 很鮮甜 而且我今天有很深的感觸 因為我常常在吃火鍋 外面拿東西吃 我都拿菇類啊 木耳啊 然後我老公都罵我 我老公說你少在拿一些 那些虧本的食材 要拿龍蝦 螃蟹 蝦子 拜託 我現在跟我老公說 虧本的是你的命 說得好 你累積的是健康 我覺得吃這個 比我想像中真的好很多 而且以雞精當這個底 是我自己在煮飯的時候 我都沒有想到的 對 然後非常的好吃 跟你說呢 是 對